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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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他們沒有理你們耶 沒有 真的耶 那些門都這樣好 都這樣… 我是校功 我還沒到 謝謝 今天馬拉先去這個戲 到寬希萊來開同學會 歡迎各位老師 歡迎 各位同學今天來 他們要講一些 他們的老師卸足當時的事情 然後很令人意外 就是大家講的事情全部都一樣 然後只有謝祖武本人講的事情 完全不一樣 再來就是 他應該比較官方吧 他講得很官方 對啊 就是什麼孜孜不倦的 教導我們演戲啊什麼 其實沒有 哪有 不過我覺得最怪是 前爸好像置身事外喔 因為前爸講的事情 也都跟你們不一樣 也不一樣 前爸說謝祖武在過年的時候 會送禮盒去他們家給他拜年 真的啊 那是長輩啊 前爸是香腸禮盒 今天有對 前爸有暗示說 是因為他們住得近 所以謝祖武就順便送一下 因為前爸有說 覺得謝祖武在片場 是一個很冷漠的人是不是 不只有前爸這樣講 大家都說他很冷漠 他是這樣子啊 他其實也還好啦 從開始拍這個戲 我們便當沒有在一起吃過 我跟孩子們都會一起喔 對啊 我們美麗的 謝祖武不跟你們一起吃飯嗎 你不懂嗎 他去哪裡吃 他有時候可能就不吃飯 但是他還是會在那個空間裡面吃飯 對啊 然後他會在我們時候 他會一個人到角落去 他會在我們吃飯的時候 拿著便當一直來鬧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會夾我們的菜 對 不是都一樣嗎 便當 謝祖武會對新進女演員很照顧 然後會開車 會開車載他們回去 真的 對啊 真的敢講喔 你現在是因為沒有在座親 你們 真的敢講喔 誰 沒有 因為我們是大前輩啦 就是他會很照… 他會教導我們就是什麼 他沒有載過我 他也沒有載過我啊 我們都是新進人 對啊 我是每個階段都是新進人 所以你載過誰 他 我有載過你啊 回武林街 你為什麼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 你為什麼要載我 因為妳的攝影師男朋友 不理妳 他叫陳... 我 第三個字我就真的忘了 我好好講 大家好好講 妳都快哭了 你為什麼記得我住武林街五樓 因為他要去我們家打麻將 我一個花樣年華少女 我自己租房子在外面 我還把我家 我根本沒有牌桌 沒有麻將之後 他就從家裡帶來 然後把我們家當雕兵 他先冷靜一下 因為我懷疑你們今天講的那些事情 謝祖武會不會願意講出來 他應該沒問題了 應該OK啦 他可以講嗎 他可以 他這個人很耐心 可是他知道今天要做這集 他就應該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對 什麼時候都已經講成這樣 好 大家沒什麼意思 不是 因為我們的那個手稿看起來 它就是一個徹底的讀鬼 是 除了讀鬼之外 還有一件我覺得 比較嚴重的事情是 他帶他們去Piano Bar 沒有久了 今天妳知道嗎 你們沒有去嗎 沒有 有 我有去... 你有去嗎 有... 然後你們說他們 玩在Piano Bar跟阿姨跳舞 對 他都是老少通 你好會爆料喔 他是老少通師 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錢爸他都沒有帶你出去玩 知道嗎 謝謝... 不是 錢爸... 錢爸因為還是有年齡上的一個... 錢爸 這年紀大了沒事 你洗洗睡 錢爸... 你幹嘛不帶錢爸出去玩 不是 因為錢爸其實他也 就是只是外型看起來成熟 其實本身年紀也不算小 像我們有些去穿比較高油 高鹽 高膽固醇 真的 因為這個角色很重要 麻辣仙斯應該算是 第一部台灣的偶像劇嗎 對 所以當時拍的人 製片人製造自己 就是在拍偶像劇是不是 那時候不知道 也連續練班 其實它有點像年輕人的連續劇 對... 那它是每日播 沒有 每個禮拜 週播 對 週播 然後一共從2000年開始 播了三年對不對 播三年 但之後重播了 大概有十年之久 所以前後加起來 大概至少有13到15年 等於一直有年輕的學生觀眾 加入看你們的戲 對 所以他們一直以為這是新作的戲嗎 而且真的有小朋友 就是從國小一年級到看到 後來重播 已經大概已經高中了 那就是我啦 真的嗎 所以如果麻辣仙斯 現在辦粉絲見面會的話 可能來的人有些是有小孩的 有 也許喔 也許 可是也有一些還是可能中學生 對 或是國小生 因為一直在重播 現在還在重播 好像 但是老師都是這幾位嗎 老師基本上 除了至聖先師 有人比較大排 人在大陸 他不太願意回來接 也是兩年前的戲以外 幾乎老師像我啊 葉明志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 妳剛剛講的是謝祖舞嗎 我有說嗎 所以他後來已經不願意再演這個戲了 沒有啦 因為剛好黨籍也瞧不龍 可是沒有你這部戲就不成立了啊 真的嗎 妳亂講 亂講 剪刀 沒有啦 妳剪刀 我跟妳講啊 今天真的是個擺善笑為 我跟妳講的是柯姐 就是柯島的姐姐 柯姐 為了等她 大概停了好久 一直跟我講要來了 錢把要來了 一直在等她 而且都等到我懷孕了耶 對啊 我小孩都生了 你知道嗎 而且最小時候在拿糖喔 因為那時候在... 在對岸在紅喔 對 那時候酬勞已經不得了了 他這邊要的酬勞 據我了解 據我了解 真的...小子 所以她已經不想回來拍這個 片酬太低了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沒有想到 所以她拖累了 大家都不能再演這個戲嗎 對 我一直沒有想到 主舞會這樣 那柯姐講到一半喔 柯姐講到一半很傷心 我們就在等謝主舞 就是不回來 就是不回來 這裡有微鼓力 可是錢爸如果是您出面 打電話給他 他會願意回來嗎 不會啊 他怎麼會買我的面子 我算什麼 我還記得我們 都有打過電話給他 都有LINE給他有沒有 真的假的 所以他願意跟你們聯絡 他會跟我們聯絡啊 就是他會回你 他沒有回我 他沒有回啊 他怎麼回你呢 他你也會啊 他小心表情 所以你們是說這部戲 本來都還是很受歡迎 可以繼續拍 是因為謝主舞不回來拍 才導致你們這個戲結束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看害得錢包去開前車 對啊 小孩子我愛你 說得太好 我不騙妳 真的 真的是因為他嘛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後來是有拍啦 但是就大概差不多 都拍了一季吧 十三對不對 十三集啊 十三集 對 所以當時你們有感受到 沒有謝主舞的話 這個戲可能不太好 對啊 就不太一樣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啊 對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換了那些孩子們也不對啊 你今天為什麼願意回來參加董事 今天其實來之前說啊 就是... 其實他就抬頭說其樂融融的 當年的一些很快歡樂的回憶 拿出來在前輩子 你不覺得好歡樂喔 但是... 但是我跟你講... 昨天晚上... 昨天七點鐘打電話給我 我是在電話裡 怎麼樣跟你誇讚謝主舞的 我說謝主舞有禮貌 有禮貌 尊重 對 我在跟誰說話 我在跟誰說話 我好笑 他看得到沒人喔 有了... 現在沒有到七月子 陳爸最近還抓白雪的 我說他朋友 就是他知道怎麼樣去保持這個 對尊...這個年長的人那種尊重 我說每年過年 還會送香腸給我 對 而且你真的他好聰明 對 好聰明 在現場 你...你們講 有沒有看過他拿劇本 他有啊 他劇本就大概看一下三秒 然後丟掉就對了 所以他不需要記台詞嗎 而且他都是大段的喔 對 一大段 他連我們的台詞他都記得去 那他演的時候是即興發揮 還是真的照劇本講 照劇本 是一次不露的唸出來嗎 沒有到一次不露 但他其實基本上的完整表達 就是他配方的台詞 所以你是超級會記台詞的人 也還好 不知道為什麼你這樣膽怯起來 連發言都有你 你什麼時候看台詞 我回家看啊 回家看 所以你是在笑他們說 他們幹嘛到現場才看嗎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好像我們小學 帶便當上學一樣 你應該在家裡把便當 完整的做好了 到學校你只是去享受 去享受那個成品 等一下 你這話有漏洞 因為同學們說 你當時並不喜歡回家 那都是去Piano吧 沒有 家的定義在每個年紀 其實是應該是相同的 他不喜歡回家對吧 他不愛回家 對 我家好遠 我家真的好遠 所以你要去哪裡 就中間還會遠到 中間要找個地方 稍事休息 你會帶同學們去玩 就是因為你覺得家裡太遠 聚餐... 其實不是玩 是聚餐 沒有啦 就是玩牌啊 聚餐 請問四位同學 你們跟謝祖武在現場打撲克拍 打到拍片的片酬 真的是交到他手中的舉手好嗎 還好 你兩萬 你還敢這樣 你沒有 沒有啦 你兩萬呢 而且講的是同學 講的是同學 郭老師以及杜思梅和郭宇倫 你是全部交給他嗎 幾乎 就沒有贏過啊 我之後就不打倒了 你現在退出演藝 你現在退出演藝圈是因為 藝人在 之後就不會強打大老二 所以他是大老二 厲害到不可能輸 不是 因為我們... 非常厲害 怎麼可能有人不輸 我用亞馬遜獨鍵吹死郭宇倫 完全不輸 因為不輸其實是有絕招的 所以他輸的時候也會一直講 他會一直說 不錯 打得不錯 他會給你壓力 對 讓你會 那我是不是要出的 可是你們那時候年紀這麼小 你們應該需要那個錢吧 但是沒有辦法 大家都知道 好像幫他要交學費 要一直跟他相處 而且他贏錢的時候 他會一點都沒有覺得 你們賺錢好辛苦 什麼 我們輸了要喊停 他不怎麼我們停耶 對 真的 我們輸了我們要喊停 為什麼大哥... 大哥哥跟你們打撲克牌 不是 因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愛情 應該輸贏完了就會開玩笑說 好 我才不要賺你們的錢 他很認真喔 他的玩笑是另外一種 就比如說我們說我們真的 五哥 我們沒有錢可以輸 他說沒關係 對 他是用這種東西的用電話 他真的有借你們 沒有 他就叫夜明是借我們 他都會找另外一個夜明 你是說他錢是一定要收到嗎 對 他錢一定要收 他絕對不適合這樣的 因為這是賭場的一個規則 我們在打麻將或是打大二 都是照崩海的規矩 對 是你是拍謝酬勞收入比較多 還是靠著他賺到錢 每一部戲不一樣 因為每一部戲合作 你是看去拍古裝戲 你知道對別人嗎 沒有 其實... 其實我可以了解他們心裡的想法 因為當時大家第一次合作 難免會有些誤解 你知道嗎 哪是誤解 第一次合作 你就對人家下這種手喔 好 那你玩大老二是不是真的 我當然是真的 而且我... 我滿喜歡玩那個撲克牌 他不是 他沒有 他很會自己排 那你是排技好嗎 他真的很聰明啊 我會一個人在家裡面發 就是... 就一個人獨自發這樣幾份 然後試著去一個人 完成獨立的排技 所以你看我們多可憐 我們在家會練你 你看劇本嗎 他玩劇本之後 他玩劇本之後 就兩邊是幾個 一個就看劇本 你在家裡一個人練撲克牌 我喜歡去記東西 你給我什麼東西都會去記 給我什麼東西 我都會去記 你現在我們如果在黑板上 寫了30樣東西的順序 然後把黑板擦掉 你也能夠講出來的那種 你真的要講 沒有...沒有那麼強 麻煩你參加乃哥的節目 我們圈子裡有兩個人 有兩位演員 是對錢很會存錢的 OK 那有一個演員存錢啊 但是他不聰明 因為他會投資 所以他就... 就是... 賠掉了 那另外一個演員呢 就是坐在我左手的這位 他不投任何的資 他就是猛存 存完了還去賭 賭還是贏自己 晚輩人的錢 你說混不混蛋 善於存錢 你也是被扣片酬的那種嗎 我沒有到扣片酬 我就是直接就是你現金 現金一定要代購 還沒發片酬錢 你就要先繳給他了 哪有人帶現金去拍片的 沒有 他都叫人家去領啊 他說你不能領啊 我副理 我開車 我開車 叫你到山下去 因為只要再扮山腰啊 所以你們到底有沒有人 因為這部戲賺到錢 應該是沒有啦 沒有啦 你們為什麼不好好演戲啊 我們有啊 我們可以想啊 而且你要想喔 他在片場找我們玩大老二 收工之後他還會約我們打麻將 我們那時候二十出頭歲 你知道他講你打多大嗎 三百 一百見花見字 這樣子輸贏可以到多少錢 上萬吧 老師不是說他忘記 他有一次跟胡凱欣 就到我那時候住的地方嗎 你們兩個是一咖嘛 他們兩個那一天就輸了兩萬 而且那時候我們還不懂 什麼叫打麻將 就是懵懵懂懂知道這些事情 那妳真的甚至不利嗎 那次沒有我 那次真的沒有我 不能把說那次真的沒有我 我們在妳家是跟葉明志跟妳 還有不是揮裙就是另外一個 所以康慧如的錢不是輸給謝祖 不是 康慧如跟胡凱欣兩個 合在一起 他們合一咖 我們合一咖 還有誰... 還有我們一個也是演員的爸爸 我們同一部戲演員的爸爸 真的嗎 對 有他 他演出什麼 真實的爸爸嗎 真實的爸爸 那個演員挺紅的呢 演員的爸爸 為什麼要加入你們拍劇 演員的爸爸跟他很好 然後演員的爸爸也是百思不得起 也都一直輸 然後演員的爸爸是輸了就掏錢 然後開門走人的那種 就生氣 生氣 然後每一次都還... 誰是爸爸啦 姓霍 霍建華的 對 對 我想起來了 謝祖武今天要講的話 全部都是稱讚他的眼光 能夠看見眾位年輕的演員的未來 他就一直說霍建華會紅 然後延程序會紅 他就講這些耶 他都沒有提到賭牌的事情啊 就我就覺得其實拍戲 他有時候是漫長的等待 應該有的時候 適當的應該苦中作樂 但是這個人必須要可以放下 所有的儀器 也去扮演一個小丑 放眼格並好 捨我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 葉明智扮演這個角色 怎麼會是你呢 他真的背不下來台詞 我們要找一個工作 找一個可以不加入專業的工作 就自己工作 工作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八成了 然後用另外兩成的精力去 伺候大家 讓大家 讓大家在喜劇的範疇裡面 他是用了九成的功力這樣 九成九吧 而且我們要付費耶 我們要付費學習 這樣他這種功力 可是真的很難 你知道 我們有一次借別人的辦公室 那辦公室都會有那種 彩色的膠條 就可能曹紅色 綠色什麼 都不一樣顏色 而且不知道是哪裡的辦公室 他就動人家的東西就算了 比如說我要對戲的時候 我都看不到他 然後五四三人他才轉頭 五四三人轉頭的時候 他轉過來就是 就是這邊是藍色的 然後這邊綠色的 然後整個貼的臉這樣子 然後這樣跟我對戲 妳說我怎麼可能演得出來 就直接就大笑了 然後導演會罵 導演就罵我們啊 杜曉曼妳要笑 妳有沒有不要做演員好了 妳會做什麼場務還是什麼的 對 而且我們有時候 一笑會停不住 對 他沒有對你們放電嗎 不會 其實這一點他真的是 所以我就說像什麼平安東吧 那我們是沒有去的 再看著我的眼睛 妳說我對誰 誰 看著我的眼睛 那我就誰了 我欣賞妳 所以她只對其中一位女演員 有興趣 也不是其中一位 要對她的味道 就她的菜 她的菜是什麼 請問是賈小姐嗎 不是 誰 是嗎 不是賈小姐嗎 不是… 那不是她的菜 完全不是 可是她在腳本裡面說 她有跟我們講 她最心想是假的 真的假的 妳很常常的耶 對 對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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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哭一講她 她是誰 她不是白白的對不對 誰白白的 長頭髮對不對 對 每一個都長頭髮 沒有 是 看著我的眼睛 裴麗菲是誰 長頭髮 一 二 三 KIMIKO KIMIKO KIMIKO嗎 不是跳舞的KIMIKO 不是喔 是厚騰心梅子嗎 對… 她是演校長是不是 後來有任何學生 那報龍… 後來演老師 有證據 有…妳都拿過來喔 小曼真好 好久以前的 看著 我記得她 妳記得她嗎 所以她是喜歡這一型的 對 試問你們現場 有誰跟她拍過大頭貼嗎 沒有 那個是劇情裡面的大頭貼吧 我以前對妳自己也拍過啊 那是妳自己頭前拍的 對 那是妳自己頭前拍的 所以妳們 她有答應跟妳拍大頭貼之後 就接吻嗎 接吻 沒有…我沒有跟她接吻啊 沒有嗎 那妳自己看 好 謝謝 妳看 都有啊 妳也在這邊啊 那這是我們去拍戲的時候吧 是不是在一個電影院旁邊 那個拍貼店那邊對不對 這同事之間請醫生大驚小怪 可是以妳的資歷跟備份 妳從來不會跟我們拍大頭貼這種事啊 對啊 而且妳都沒有跟我們拍過耶 我長得跟她什麼 那麼類似 而且我覺得我不可能 我聽不懂她的說什麼 妳說妳在準備劇本的時候 她會過來跟妳聊天 那妳會跟她說 對不起 我現在要背劇本 我沒有空跟妳聊天嗎 我不敢耶 因為那時候 我以為演藝群是一進來 因為我是第一次進來嘛 所以我以為都是長... 都是這樣子啦 孩子 你不要這樣 前輩所有都對啦 所以就會 她要幹嘛就要陪著她幹嘛 那如果一直跟妳聊天 妳等一下上去 講不出台詞還怎麼辦 所以我就... 我會安慰她 讓她放輕鬆再來一次 什麼東西 她常常沒有講過 她常常安慰過妳 所以妳在長大之後 妳回想那一切 妳會覺得她在陷害妳是不是 不會啦 後來我覺得 她讓我變得更自然一點 就是她會讓我消除那個緊張感 因為拍戲 有時候就會比較緊張 她有沒有跟妳說 妳台詞應該昨天在家裡 就背好 不會 她不會跟妳講 工作上的事 她完全不提 她都講私事的 就是她自己私人 比方說 今天去哪兒玩啊 或者是下... 下了班要去哪裡啊 要去哪裡這樣 要盡量約誰啊 對 或去哪兒吃飯啊 我是比較喜歡熱鬧 喜歡受功效去玩的 她當時是有開一個店 可以讓大家去 對... 對 那時候有燒烤店 她就會請我們去那家店吃飯 燒烤店 所以去那個店吃飯 就不用付錢的吧 當然...她... 這方面她非常大飯 所以還不錯 就是她賺妳們現金 給我給妳們吃的 對... 燒烤店 對... 根本賭資都是在上面 其實她贏了錢之後 她也就是帶我們出去吃 就是那家店 妳都是鼓動物 真的... 燒烤店跟那個樸素的 Piano Bar是兩回事是不是 兩回事 它大概就是一次會跟二次會 就是第一拖先去燒烤 然後完了之後就再去看OK 錢爸當時是演這所學好的校公 校公 當時是神秘的人物 出現了神出鬼陌生 對 講起來我的戲比較少 那他們都是論集算 那我是論天算 所以我論天算 你不要忘了 好貴... 我怎麼樣一集 他一定一天把我要拍完 這樣他才花得來 而且我那個論天算很可憐喔 本來是這個數目 那柯傑有一次把我找去 錢爸 那個戲喔 現在開銷太大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那個蟹子舞 他那抽牢又長 所以錢爸 妳這邊能不能再扣一點 對啊 難怪 他賺的錢是從裡面扣過來的 對啊 他就去挖妳的肉去補他自己 對啊 香腸也是這麼多 你那麼資深耶 那樣不能這樣講 人家還是很... 你有權利參與面試 新的女學生嗎 有 妳看著我的眼睛 妳看著我眼睛 不是 都是... 都是妳決定的 沒有 那時候那個 誰在拍的時候跟我... 早期沒有 那時候另外一家製作單位 在拍的時候跟我沒有關係 他做製作人就要面試 做製作人之後 那些女學生都... 都是他自己清點的 對啊... 原來我後面沒有也的關係 是因為他當這個 因為你認天氣醜 他不高興這件事啊 謝仙 好狠 不用小腸 我直接把我的小腸拿出來 小腸 小腸 所以前八後來沒有你的戲了 對 就沒有了 所以你們有分第幾代... 我們合作過嗎 有...有合作過 所以你們是第一代的 這我知道 我還記得 還是我不記得 我是第三代 我是第二代 我是第三代 然後他是原代 都市美去跨所有代 對 所以如果你是第三代 就代表你是他清點進來的 沒有 不是 還沒有後面 還在他們後面 因為學生其實換來換去 換滿多代的 就那一代其實這次 沒有來到貴節目當中 所以都市美 為什麼可以跨那麼多代 因為他可能輸的錢比較多嘛 不是...他算是那個... 那個小曼算是靈活人物 真的 真的算靈活人物 而且我還跟妳講的 妳現在的感覺 比以前漂亮太多 比以前成熟太多 或他有個毛病 我覺得我要講 我要講...我真的要講 他不是醜話說在後頭嗎 我們早上大概是... 我們早上大概是八點半的... 我愛你 八點半的班 這小傢伙一遲到會遲到 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 太久了 因為他遠到圍龍耶 他別人都準遲到啊 我住新店耶 假的 我跟你講 妳不要把他因為談戀愛 自己遲到講出來嗎 到現場喔 你是因為談戀愛遲到的 沒有...他沒有 到現場我真的要罵他囉 他真的有一天把他罵哭 那個鬧鐘一插十分鐘就插到 所以你談戀愛的事 是謝祖武一直都知道的是不是 全組都知道 全組嗎 而且他專吃窩 他吃窩 今天大家要這樣相處是不是 來 借看一下有什麼正義 對 其實還好... 應該你們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吧 親愛的 也不是吧 所以他的草是說 也吃到演員那邊嗎 沒有 都是工作人員 對 當然現場除了演員 就是工作人員 不可能還有別的公務員什麼的 而且他對於就是年輕俊美 會唱那種饒舌的工作人員 特別的感情 對 饒舌 我們有節目 工作人員嗎 音樂太強 轉到地上 音樂太強 有這個嗎 有...他特別喜歡 而且他特別偏好 年輕的工作人員 就是也是剛入行的 然後一身結實的肌肉 然後茫然的眼神 不知所措的方向感 他就過去怎麼了 真的 真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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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承認怎麼樣 杜世銘 你是把片場 當成是你交際的地方 也不是這樣講 就是大家都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就是自己做的東西 你有沒有幫忙過錢包 有 一定有 錢包一定有 有沒有 有啊 所以我們那個出校門是下坡啊 他會扶著我啊 你看 三年多就交了幾個工作人員 沒有 屁啦 什麼 四個 哪有 那你說幾個 兩個不是嗎 對 他自己說的 你看 最後一張 兩張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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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交往的工作人員是 他自己說兩個 是可以把你拍漂亮的那種 還是 對…其中一個 有一個是愛他愛到拍他 把他拍漂亮是不是 不是...也不是這樣講 不是 有一個就是可以把演員拍得 一個是這樣子嘛 一個是這樣子是不是 對 其實他的感情線 我也都滿了解的啊 要講 大家來講喔 好好喔 他當時拍戲的過程中 還沒有固定的交往對象 我 他...他有階段性的 他其實拍到中段的時候 就開始有固定的交往對象 不是劇中的 不是劇中的 然後也是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你說這部戲的工作人員嗎 那是大家可能在現場沒有遇到 還是演員 工作人員 現場不遇到那是編劇囉 現場沒遇到 我們有那個... 我們有製作公司 你說是柯姐的製作公司 不是...是何宅那邊 何宅 怎麼會被妳發現的 有...有浮 有浮出來 有浮 怎麼被發現的呢 他到最後只包不住火的時候 他就讓我們就浮上來了 只包不住火 怎麼可能 你說的好像是我外孕生子一樣 只包不住火 後來是他太太嗎 對 後來就是他太太 對 所以你是因為演這個戲 而跟妳太太交往 我太太的確是業務公司 就是... 電視的廣告業務 是沒錯 電視廣告業務 但是因為他業績一直... 普通 但他腿很長 對 對 他喜歡長腿的 他那時候有沒有 因為跟妳交往覺得 他的工作生涯可能 會有很大的起色 他其實... 他的... 他的整個EQ跟IQ 不會到那個階段 他只是覺得跟一個演員 從朋友到男女朋友來講 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情 他們家長輩 第一次知道我這個人 問的不是我的年紀 我的收入 大家都會想說很現實 他一年一個月收入多少錢 不是 對方是問說 他應該結過婚吧 你要不要再去查查看 他會不會騙你 所以他們會覺得 是不是演藝圈男生 跟某些程度跟那種... 你們太會演 所以... 對 他們其實會很在意這個 我以為是花心的 那你有花很大力氣 去說服對方的家人說 你是認真的嗎 沒有 我就是很誠懇的 穿著很整齊的衣服 南下 對 在入暑底下 請他把冷氣關掉 不要浪費電 然後任由汗水 在我的臉頰上流 這樣就成功了嗎 你不敢說完全成功 但是已經滿接近目的地 所以家長就覺得 你不是一個浮華的人 是不是 事實上也不是... 事實上也不是 那他父母知道 你很愛賭的是嗎 其實他的父母親 到這一刻錄影的時候 應該都還不... 你沒有跟 岳父岳母打麻將嗎 有...過年過節 都會跟長輩一起打 你敢贏嗎 你敢像贏我們這樣 贏人家嗎 其實好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多年前 拍戲的事情都會 一點一夜淡忘掉 我這不是 可是你跟岳父岳母打牌 是要輸吧 我會習慣性 其實跟誰都一樣 我都是抱著一個交... 就是友好的心態 對... 那有時候我本相信向明月 那有些人就... 對不對 隨之明月 對... 你知道... 你知道他每當他的那個... 還有成功轉移了 他的那個感情的意思 他每當他跟我們玩牌的時候 只要有複數出現的時候 那個整個周圍 那個低氣壓 你說他輸牌的時候 他只要輸牌 他臉很差 他臉很差 他不是單一那個錢 他真的不是單一那個錢 但是他就是 不喜歡輸的感覺 對 他不喜歡輸給我們這一笨蛋 對 然後他如果感覺到要輸的時候 他會干擾你們出牌嗎 會... 他會講一些酸話 什麼酸話 玩得不錯喔 玩得還滿好的喔 很好嘛 而且沒有帶笑容 對啊 因為是覺得贏錢很難過 對 好強喔 好機會喔 我覺得你們真是冷箭高手 真的 他在你們心裡 雖然留下了成長期的陰影耶 對啊 後來我就不再讀過 不再打道爾 對啊 我相隔十幾 你現在都還記得這些事情 我什麼都忘了 這更忘不了 我們雖然玩大老二都玩彈兒頭的那種 跟他玩現金 對…不完全… 沒有 這幾年都在 都大部分都是比較關心孩子的學業 尤其他最近數學一直沒有什麼起色 這幾年其實不太會去碰 所以在那邊去吧 對 數學沒有起色是幫你記帳的時候 沒有記帳 還多 老公的名字都給他十萬塊 你為什麼寫五萬 我這個蠢兒子 對 還是會約一些朋友去打 還是會約一些朋友去打 不過就是只是消錢而已 為什麼這麼執迷不悟大老二啊 我對於其他的 其實並不是特別感興趣 請問這個戲 是你們大家的第一個戲 是 第一個 所以學演戲這件事情 是從這個戲開始 對 從這邊開始 那謝祖武不教你們怎麼演嗎 他其實不會教 可是其實我們在現場 如果我們真的觀察力好的話 是可以從他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像五哥講的他會 就是現場臨時丟一些話 跟一些動作給我們 如果我們接得到 這是我們的 那不是很緊張嗎 他沒有照劇本來嗎 所以我們會有 某些演員是接不到的 就是NG的 對 你們講台詞我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個學校大樓的那邊 不是有那邊... 有一些大石頭啊對不對 對 我們會在那邊吃... 我跟他賭場 我們兩個的戲啊 然後他在那邊啊 然後我好像... 我就沒有記得那個台詞啊 好幾遍啊 然後正在...再重來的時候 我們謝哥就說了 年紀大了吧 就... 何必呢 就這樣 何必呢 我突然想起來了 對 好傷人喔 然後有一次他那個... 小鳥籠沒有拉好 然後我就說 柔啊 你沒有拉好 我怕什麼 我突然想起來 他這哪裡有禮貌啊 真的耶 他根本超沒禮貌的 他不是 他講的是實話 我就沒有畫起來了 所以就錄在戲裡面 可能我們就播出 這可能有一些不是腳本 除了自己很會背詞之外 他是很喜歡欺負背不起來的人 對 他會捉弄啊 他真的會捉弄 所以你為什麼不幫助大家呢 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要攻擊前爸說 老了何必 我真的沒有攻 男子漢不會欺負老人家 他那時候其實很年輕的 其實看不出來我下個月 辦60大的時候大家... 沒有 因為我跟前爸 合作的時間滿長 一分之後在友台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合作到現在 OK 我相信他其實是一直滿疼我的 因為那時候我到現在 一直也是幼稚 一個小孩子嘛 那有時候就... 沒有 因為大家比較熟啦 就真性情的男生 他是真的很真性情 然後他也會教後輩 但是他是看人教 比如說是他喜歡的菜去問他 他就會孜孜不倦的 這個怎麼樣 什麼... 那如果是他不喜歡的 或是是男性問他說 五哥 請問這個 我想要這樣怎麼演什麼的 他就會回他說 他那麼多 對 你好像說他是非常 對不對 這絕對的吧 對啊 一定要的 因為你們那個... 你們是有很多 後來很紅的男演員啊 有 所以那些人他都不教 不會 那都是他對手 對 他會有那種較勁的意味 所以你說像霍建華 顏承旭 這些都是他把他當成 假象的第一生 所以都假如 一定都假象 沒有假象 你沒有 假象 你沒有 他不是學生 我是老師 如果有帥的年輕男學生 進來你是怎樣 我跟他們相處得都很好 真的 這樣看起來 你有怕被他們威脅到 對 沒有...我一點都... 有... 沒有 因為大家不要 他們是很年輕的學生 我是一個年長的老師 所以說是各司其... 你看到誰的時候 你有真的覺得說 跟他同台我會有點擔心 葉明志 少了 我擔心 我真的不是那種擔心 我就是說 我跟你講 他們所有男演員 我都會擔心 因為從他們身上 我看到的是我逝去的歲月跟青春 而且我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的麻辣仙師應該是就是說 年輕小生的末端了 就年輕小生末端 因為他們已經完全出現了 他們大概都平均都是 20到25歲中 錢包算了啦 你就不要跟他祭秀了啦 錢包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 錢包 就出現把錢包了 麻醉啊 就醒了 這個戲其實等於是很多人 被記得的最重要的角色 妳很久都擺脫不掉這個角色 我一直被萬人美這三個字附身 甚至現在走在路上 很多人還是叫妳萬老師 對啊 你拍過其他的戲也沒用 主持過其他節目也沒用 當購物專家也沒用 他就叫妳萬老師 然後陸小曼很嚴重嘛 對不對 對 我現在已經勾了一個 小曼這樣的一個綽號 妳覺得是不好嗎 這樣子 其實也不好 也不會 只是我有一次在很早期 剛開始陸小曼很紅的時候 然後我出一個外景 然後有算名 就是算姓名學老師 我就問他說 那要不要乾脆我把那個藝名 改成陸小曼好了 就拋棄掉我本名 然後他就算 他說陸兇 小兇 慢兇 陸小曼大兇 那沒關係 他說我本名 對 他是在 喂 真的 他這一種讚美耶 他應該很開心吧 你 不過看他們那個演員名 真的很嚇人耶 就是潘瑋伯 顏承旭 藍正龍 羅智祥也有客串 有 請問你有跟演員一起開車 颱風天出遊 有 跟瑋伯 跟善惟 所以我們三個人 他淹水對不對 對... 你們那車是真的被淹到滅頂嗎 那很難忘的今天 就是那時候是颱風天我們收工 然後那時候韋伯跟善惟就說 要不去找... 找一些同事出來唱歌 颱風天 屁 但是後來他們就沒有出門 都說 後來韋伯就掃姓 他們本來去幹嘛 他們很賤 我們通常都是大家一起玩在一起 他們那天就興致勃勃 想說不要約我們 因為太膩了 我們那時候都是玩在一起 他們想說要去約別的妹 所以他們就瞞著我們 他們就說沒有 我今天收工 大家就回家啦 沒有要幹嘛 然後他們三個偷偷摸摸 就想要去約模特兒 要去約妹 可是好死不死的那天下雨 然後那天又颱風 然後他們三個又約不到妹 然後就在大直那邊晃來晃去 結果就被... 就送...送完美回家 沒有... 就被滅頂 為什麼會直接跳得太慘 因為那時候北投淹很大的水 結果那時候前面一條很長的泥水路 就是直的 然後完全就是水已經淹上來 反正我們就看到很多車停在那邊 就閃黃燈已經淹了 然後就說偉伯就說要衝 要不要衝我家就在前面 三分鐘就到了 然後...然後善偉就說 好啊 那衝啊 結果後來就衝啊 結果衝到一半大家很開心 就... 然後那個... 就全部都淹到車子上來 那時候就整個都嚇壞 因為善偉他是很愛... 很愛就是車上枕 對 他有潔癖 對 然後他就完全就... 就是不想要 離開那個車子 因為他想要跟那個車子共存 因為我們那個車子 還要這麼多 等一下 你們是在車子裡被水淹進來嗎 沒有 後來就是淹到 真的已經到這裡已經非得離開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收拾我們的戲卵 就是... 戲卵 所以把那樣 可是那時候其實已經慢了 因為他已經都已經 整個車子已經淹頂了 不然我們就在那邊輔輔城 結果後來... 你說車子已經在飄了嗎 車子已經飄了 然後那飄了才能走啊 因為這樣上來關門 不讓他們走 對 他不讓我們走 門打開啊 所以你們後來就 車子裡面游出來的嗎 是游出來的 真的假的 因為那邊離一個海軍的 就是...軍隊很近 他們就是阿兵哥就幾個接力 是用人來接我們 但是隔天其實還是要拍戲的 你們去軍營住了一天 住了一天 就是整個在那邊待了一天 那你們是搭救生艇還是什麼 他說你們一定要出去可以 他就給我們一個很大塊的浮板 一眼一塊 搭在上面 搭出去 然後什麼電線桿啊 什麼都在我們旁邊 然後什麼車子其實就是浮在上面 我們就這樣子滑出去 然後滑出去就看到 出來以後大家就... 很多人看到我們 他說你們在拍戲 就... 但那時候因為還沒有很紅 所以就新聞沒有報紙 所以你們游了多遠才到陸地 至少有二、三十分鐘 他們已經都記得很清楚 我剛剛認為三個人在滑板上滑水 三十分鐘左右 對 然後路人都看到 滑板上沒有路人 因為沒有人那麼傻 會三個人在那邊滑 只是滑出去 滑到岸上的時候 你知道嗎 因為... 誰來一個人看到 對... 因為我們三個人 你應該還是常常被路人認出來 如果照這麼多人看... 會 但是就是認出你的名字就是... 就鐵人啊 你是不是鐵人 還是那個鐵頭 反正就是... 鐵頭 他就會認得... 對 他就會認得你是鐵人這樣子 只有你演這個戲 沒有被劇中的角色框住 就是大家記得 你還是記得謝祖武 不是記得老師這種身分 那也是因緣際會 因為同時間你去拍別的戲 那可能他們個人的特色 都強過我 所以他們容易被觀眾記住 我可以講看嗎 真的嗎 他都方便... 方便堂皇耶 真的是 如果私底下跟他聊天 他完全不是這樣的 真的喔 還好今天你們講那麼多 他的真面目 不然... 大家都被騙很多年了 是 以後再找他別的劇的 同劇的人來 又會講出很多他不堪的事情 有可能 他說人生不同嘛 所以他可能用不同的方式 現在是教大家 買股票之類的嗎 自己身材之道是什麼 隨著通貨膨脹去挑戰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很榮幸跟他們幾位共事啦 就包括沒來的那幾位 共事很疑問 沒來是因為你而不來的嗎 應該不是 你們有任何人 現在還有保持聯絡嗎 有 你們彼此有保持聯絡嗎 因為我跟小曼...思美 思美是同一家公司 然後跟慧如是有一起拍過戲 OK 那郭宇晴呢 我會跟欣慧聯絡 因為她現在大部分時間在香港嘛 因為後結婚了嘛 那其實後來在小五 還沒去大陸之前 我們...我啊 葉明志跟他 就老屁股大家也會吃個飯啦 什麼的 對 所以完全不是人理錢棒嗎 不是 錢棒 等一下以後多到康熙來玩 那個劇組比較沒有溫柔 對 好 這個換起大家很多回憶 謝謝你們今天來這邊開同學會 謝謝 謝謝